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幸福到万家定档6月29日 赵丽颖演艺有脾气的媳妇 由春雨影视制作发行 郑小龙、刘雪松、遥远联合指导 赵东霖编剧、曹平担任制片人 赵丽颖、刘威、唐岑领贤主演 罗晋特邀出演 曹征、张可颖、张喜钱、迟鹏、林思义 刘衍晨、钱杰、马新墨、宋元福 新鹏主演、冯雷特别出演 王志飞、宋嘉伦 陈伟友情出演的现实题材电视剧 幸福到万家今日发布有脾气的和幸福预告 及效应曙光版海报 并正式官宣定档 将于6月29日起登陆东方卫视 北京卫视黄金档首播 优酷每晚同步播出 幸福到万家讲述了农村姑娘 和幸福历经事业与婚姻 爱情与亲情的多重考验后不断成长 从农村走进城市 再从城市回归农村 最终带领万家庄实现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法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励志故事 有脾气的和幸福开启 精神文明新乡风 万家庄里建乡村振兴真立成 聚集今日发布效应曙光版海报 以灰派村庄建筑为背景 赵丽颖饰演的和幸福笑容明媚灿烂 万善堂刘威市、王庆来堂层市、关韬罗进市三人目光灼灼 跳望前方 传递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一同曝光的定档预告 则以婚礼上万家庄老王家新媳妇和幸福一脚踹开房门开场 闹婚矛盾、土地纠纷、人身伤害 麻烦事儿一件件袭来 但凡事兜得讲个礼和幸福一次次扣想万家庄村之书 万善堂的家门 只为讨个说法、问个对错 原本见试就躲 遇试就让的老王家也渐渐认可这位有脾气的媳妇 万之书也感叹 让我低头认错的 你还真是头一个 该据以女主和幸福在追求公平正义 寻理寻法过程中实现个人成长为主线 诠释了新时代女性的励志力量 出嫁万家庄 她勇敢打破闹婚漏俗 坚持要个说法 进城打工后 她肯吃苦、爱学习 不断地融入城市生活 最终 她回到农村 积极投身家乡建设 为乡村经济振兴和乡丰文明建设 法治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发展贡献了力量 郑小龙赵丽颖时隔15年二度合作 春雨影视在设限时题材比例细腻深刻 幸福到万家世纪金婚后 著名导演郑小龙与演员赵丽颖时隔15年的二度合作 郑小龙导演在金婚之后 创作出甄嬛传红高粱及诊科医生功勋等题材多样 收拾口碑双收的优质作品 而今婚中曾经青涩的女孩童多多 如今在幸福到万家中摇身一变成长为乡村 新女性和幸福 作为新来的媳妇 赵丽颖饰演的和幸福刚直有脾气 面对村里的陋习和不公 她正面反抗 推动着万家庄的精神文明进步 在郑小龙的指导与赵丽颖的演绎之下 剧即将呈现新女性成长与新农村 彭博振兴相呼应的励志故事 导演郑小龙坚持在作品中提供给观众 尤其是年轻人对人生 对社会的思考空间 以真切的现实和饱满的人性给观众触动 这也是幸福到万家 备受关注和期待的主要原因 春雨影视已著名导演郑小龙 著名制片人曹平等经验 丰富的创作者为何心 在中国电视剧行业早已占据一席之地 去年由其制作发行的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功勋 通过细腻的情节 沉稳的基调 真挚的台词 丰满的人物 获得收视 口碑双丰收 而此次幸福到万家的创作 则是继电视剧《红高粱》之后 春雨影视再次集结著名导演郑小龙 著名编剧赵东霖 著名制片人曹平三位行业精英 为观众尽心呈现的细腻真实的现实主义立作 幸福到万家 由东阳春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东阳当代时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光影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东阳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出品 将于6月29日起 在东方卫视 北京卫视首播 并与优酷同步播出 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